观点看第一走进神奇 这里是信不信有你 大家好 我是李明 2023年11月30日 美国俄亥俄州爆儿童肺炎疫情 俄亥俄州正在为染疫儿童开辟一条 紧急快速通道奋力反击 往前推移州 11月20日至26日 欧洲 荷兰儿童肺炎病例意外激增 发病率达到惊人的水平 每10万名5岁至15岁的儿童中 就有80人感染肺炎 这是荷兰有史以来最高的疫情爆发 根据丹麦雪清研究所的报告 丹麦也出现了类似疫情 最近几周 越来越多的丹麦人感染肺炎 第42周 也就是10月8号至15号 感染仅为168例 到了第47周 也就是11月13日至19日 感染猛增到540亿例 不包括轻症患者 报告还说 世界多个国家数据的研究表明 丹麦登记的病例数量最多 其次是瑞典和新加坡 世界卫生组织急了 正在迫切要求中国提供疫情记录 这说明 这一轮疫情给全球带来的威胁 将更胜于COVID-19 美国网友看到新闻后 不禁发问 Why is China doing this? 中国为什么要这么干? Why is China having a new outbreak? 为什么中国每年都爆发疫情? 很显然 美国网友无疑是在质问 为什么中国大陆 要对欧亚六国免签 放中国人出境 在全球放毒 你中国大陆每年都爆发疫情 难道是在拿中国人做实验 搞生物武器吗? 而且这一轮疫情 无论是在中国大陆 还是在欧美 选择的目标完全相同 那就是直击儿童 先来看一组 大陆儿童医院的就诊实景 目前媒体还没有给出 欧美疫情病原的报道 但这一波疫情颇为诡异 似乎在全球目标 都对准了各国的下一代 美国的网友回应说 通过新冠病毒感染我们的孩子 他们能看到我们的反应 过去并没有儿童 因新冠肺炎死亡的情况 他们知道孩子是我们的弱点 所以他们追踪我们的孩子 这些尖锐的问题 反过来就印证了 时评人士的分析 也就是说 中共在此事前对欧亚六国 事行免签 其实就是在顾忌重演 放中国人出境的目的 就是要再次在全球放毒 不过李明在前面的节目中 也曾反复建议大家 要错开一个时空 看世界大事件的因果 才能看到真相和生的机缘 那么在这样诡异的 突发疫情的状况下 应该如何错开一个时空 看因果寻机缘呢 在前面的一期节目中 李明给大家分享过 如果错开一个时空看 疫情的爆发 无论是大陆局部的 还是全球范围的 其实就是瘟神降临了 瘟神在东方有 在西方也有 这幅油画叫被瘟疫侵袭的罗马城 是巴黎奥赛美术馆的馆藏 画的是发生于 大约西元165年至180年的 安东尼大瘟疫 也叫盖伦瘟疫 由法国的画家 居了埃里德洛内创作于1869年 从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 身着黑袍的瘟神 正拿着棒子 处一户人家的大门 瘟神出几下 这家就会死几个人 瘟神的背后是一位天使 他正指着那扇门 在指点瘟神使义的门户 在东方 瘟神在天界被称为是 十亿使君 行天界之命 行瘟不易 和西方瘟神的神位与职责差不多 实际上错开一个时空 人类的每一次瘟疫 都有瘟神的出现 不过问题来了 为什么这一次瘟神行瘟不易 疫情的目标都是儿童呢 这瘟神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在上一期的节目中 李明给大家分析过 错开一个时空看 中共的实体 就是圣经启示录中的 大红龙手下的兽 在人间就是敌基督 大红龙就是魔鬼撒旦的化身 魔鬼撒旦为了魔化地球人类 在人间通过共产邪恶主义 来控制人的意识形态 从而达到控制整个人类 在手段上 中共通过朝鲜战 对海外进行渗透 收买西方人 特别是政客和富商 捆绑西方自由国家的经济为己所用 这种政治经济的渗透 已经进入到了西方国家的毛细血管中 不少的西方人 包括政治人物 为了一己之私 不惜用良知乃至立国之本 与魔鬼做交易 先来看看美国俄亥俄州 2020年5月22日 是一个星期五 来自俄亥俄州西利亚德的华裔教授 58岁的郑宋国 在他乘坐包机抵达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 准备登上另一架包机回中国的时候被捕了 调查发现 郑宋国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 担任风氏病学教授 在2013年参加了中国政府的千人计划 这个千人计划 是一个由中共政府建立的项目 目的是在海外招募具有相关知识 以及可以获得外国技术知识产权的个人 说白了呢 就是让那些所谓被招募的学者专家 去偷窃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创新和技术 从那个时候起 郑宋国就一直利用在美国进行的研究 为中共服务 这种关系是秘密的 郑宋国向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 申请了大约410万美元的研究经费 想利用这笔经费 为中共盗取在风氏病学和免疫学领域的技术 结果被人发现了 美国雇主和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得知后 非常震惊 根本就不知道 也没有想到 他会做出这样出卖美国利益的事情 郑宋国因此被指控与中共关系密切 向联邦部门做虚假陈述 进行免疫学研究经费欺诈 被判处了37个月的监禁 香港资深记者程翔曾披露过一份中共的绝密文件 国务院外事办港澳组副组长吴迪舟对港澳工人谈话 1966年记录 这份文件中有这样的记录 吴迪舟说 英国人想长期在香港 他们在香港有油水 我们在香港也有利益 他们的目的是要从香港多拿几个钱 一年拿几十万 我们要拿整个世界 由此可见 中共的野心是要攫取全世界 手段就是大规模长期的渗透 用注食的方式消灭对手 令西方的国家防不胜防 而且中共在美国还有地下阻止 根据2018年美国权威杂志外交政策的报道 中共在全美各大州高校都建有党支部 包括纽约州 伊利诺伊州 西维基尼亚州 加州 康涅迪格州 俄亥俄州和北达克他州等等 据不完全统计 中共统战部直接控制的 在美的同学会 同乡会 学生学者联谊会等华人社团就有600多个 中共渗透的美国主流社会 上至各级政府 下至学术 媒体金融科技 影视娱乐 各行各业 几乎把美国社会从上到下都完全渗透了 再来看荷兰 荷兰国家公共广播电视台曾报道 从2018年到2020年 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的独立研究机构 跨文化人权中心 每年都会获得中国西南政法大学25万到30万欧元的资金 直到2021年 西南政法大学一直是这个人权中心唯一的资金提供者 这些来自中国的资金被用来干什么呢 被用于经营科学期刊 组织会议 最重要的是为中共的恶劣人权做辩护 有网友说 荷兰学校和研究机构 似乎有很多中国人 正巧中国政府最近宣布的事行免签中就有荷兰 这就说明荷兰政府与中共关系不一般 网友还说 中共在荷兰经营多年势力庞大 阿姆斯特丹和中国城没整治以前 华人色情服务成为了一大特色 不少荷兰人靠着这些色情关系 从中共那儿积累了原始资本 开始投资煤炭、房地产等行业 赚钱后就以国家资本的名义 资助荷兰大学企业的公共设施 虽然这些资讯无法证实 但是从一尊习近平访问美国 在旧金山受到妓女祖团欢迎的报道来看 这些资讯也不会是空穴来风的 2022年初 大陆一间人士王静渝流亡荷兰 却在荷兰被中国警方追捕 经历一场系统性的骚扰和恐吓 王静渝立即向荷兰警方报案 他认为这是由中国政府特工进行策划的 荷兰外交部的发言人表示 荷兰政府并没有通过 与中国政府的外交渠道 得知这些行动 这是非法的 11月8日王静渝在推特上发文说 抓住共匪了 并且上传了当时荷兰警察 抓捕中共海外警察的视频 接下来我们看丹麦 丹麦是首个承认中国政权的北欧国家 与中共关系密切 2008年丹麦与中共政府建立了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从2010年开始 丹麦成为了中共在北欧的第二大外资来源国 第三大贸易伙伴和技术转让方 COVID-19疫情期间 丹麦报纸《日大兰邮报》 刊出了一幅漫画 将中国五星红旗上的五角星 全部按大小的比例 换成了病毒的图案 中共驻丹麦大使馆强烈谴责 要求报纸表示道歉 但是报纸事后拒绝道歉 时任丹麦首相回应说 这是丹麦的言论自由 不需要对立场进行任何解释 可见尽管美国、荷兰、丹麦等西方的国家 对中共的渗透都有所警惕和抵制 但是实际上还是被渗透的很厉害的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这些国家会被渗透的如此厉害呢 是不是得有那么多的人愿意被渗透才行呢 那么这些人又为什么愿意被渗透呢 其实这个答案是非常简单的 是吧 也就是说呢 俄亥俄州发生的郑宋国案 只不过是冰山一角 还有更多的潜伏在案中的郑宋国 不曾浮出水面 我们在上期节目中和大家都分享过 温神行温不义是实时天罚 罚什么呢 罚那些亵渎神命的人 也就是说 温神行温不义是有目标的 目标就是和中共继续苟且的人 可是既然是天罚那些亵渎神命的人 为什么遭殃的却是孩子呢 在生活中啊 如果我们见到某人升官发财了 就会说 哎呀 你祖上记得了呀 看到谁家的孩子考上大学了 就会说 哎呀 那你家子孙这么出息 真是祖宗有德呀 在中国人的传统理念中 一家是否发达 子孙是否兴旺 与堂上的老人 甚至祖祖辈辈的先人 有没有情善积德 有着直接的关系 老人有德 子孙就出息 老人缺德 一家就遭殃 清朝才子季晓兰 在《月威草堂》笔记中 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 张三看中了李四的妻子 就想纳为妾 便告诉了丙武 丙武看中了张三的财富 就用钱买通了城中一个浪荡子 用阴谋帮助张三达成了行愿 过了一年 丙武的阴谋败露了 自己的女儿在衙门被账 然后被官府给卖了 浪荡子的女儿也流落成为了娼妓 初看呢 这似乎是恶者得报的一个故事 不过仔细看就会发现 这个故事 和一般善恶有报的故事 还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不同的 故事中 过错方都是父辈 而承担责任的 却是他们的子辈 这就叫做 负债子长 在道教传统中叫成父报应 古人认为 血脉传承者之间呢 气韵是有所影响的 所谓成父就是 气韵往子孙传递 反映在血脉的传承上 这个说法 从DNA遗传上也得到了证实 现代的科学发现在 DNA遗传基因最为相近的亲属中 确实会出现气韵相关联的现象 而且这种气韵的关联主要体现在 父系往子系的方向上 同辈之间的影响则相对较小 也就是说呢 惊人的俘获是先人行为的结果 如果祖先有何过失 子孙就要承担责任 成父报应其实就是 祖先给后人留下的一笔遗产 如果前人做了很多好事 就会给子孙留下一笔好遗产 让子孙能富贵智慧 如果前人干了很多坏事 那就会给子孙留下一笔烂账 令子孙遭受身体心灵 经济上的许多磨难 如果前人行善的果 没有及时转化为福报 就会积累下来 转化为气韵通过血脉 也就是DNA的遗传 传递到最亲近的子孙身上 同样如果行的恶 没有及时消解掉 这个恶行呢 就会转化成不好的气韵 也会传递到子孙的身上 根据《太平经超》的记载 成父报应的周期呢 是无祖实事 就是先祖的善恶业果 会影响后时代儿孙 这就是《易经》中所讲的 极善之家必有于庆 极不善之家必有于秧的道理 告诫人们做事 要为后世儿孙考量 道教认为 善恶的记录 报应的执行大多是由众鬼神操作的 可见温神降临就是报应的一种 错开一个时空看 这或许就是这次疫情爆起的原因吧 因为世人最挚爱的就是自己的子女 自己的血脉传承 都想为后代积攒财富 所以失去子女也是对世人最大的惩罚 那么如果有人在这次疫情中 突然扶植心灵 回心转意 想要为子孙取集避凶 有没有办法呢 道教也讲 成父报应必须通过公国福报来进行 那么怎么做才能在疫情中改变命运呢 宋朝思想家司马光有段著名的家训 其心已以子孙 子孙未必能守 其书已以子孙 子孙未必能读 不如及应得与明明之中 以为子孙长久之计 意思就是说 给子孙留下家财万贯 子孙未必能守得住 给子孙留下书籍 子孙未必会去读 不如为子孙积得行善 作为福报子孙的长久之计 也就是说 要想改变子女的命运呢 就要为子女积得行善 要想积得行善呢 首先就要弄明白 什么是行不善 那有人会说了 谁不知道什么是行善 行不善呢 好像我们都是百事一样 就你懂 还别说 这事啊 还真得听听李明的劝 你看啊 李明上期节目刚刚预测 温神也会到海外的 这马上呢 海外就爆出了疫情 这并不是说 李明的预测有多牛 而是 学会了错开一个 使空看世界大事件呢 就真的能看懂天意 就真的知道 如何趋吉避凶了 大家想一想啊 温神惩罚的是什么人呢 对啊 大陆的党团队员 海外呢 是亲共人士 这就是圣经启示录中 所说的 身上带有兽的印记的人 和神认为与兽行营的人 那么在大陆呢 所有的孩子 都是少先队员 都带有兽的印记 要想解救孩子 首先呢 就是要去掉这个印记 这样温神就不会找上 没有兽的印记的孩子了 其次呢 就是要给自己 也要去掉这个兽的印记 这样呢 就给孩子减少了 罪业的成父 然后心中 真心默念 九字真言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这一点非常重要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 瘟神惩罚的 就是亵渎神明的人 对吧 在大陆呢 亵渎神明最严重的呢 就是对法轮大法 修炼者的迫害了 而且在大陆 要求在法轮大法的问题上 必须是与中共保持一致的 人人都必须过关表态 孩子也不例外 因此呢 要想解救孩子 就得反其道而行之 才能解脱 亵渎神明的罪业 这就是解救孩子的三部曲了 1.给孩子三退 2.给自己三退 3.诚心默念 九字真言 希望李明这解救三部曲 能够帮到大陆和海外那些 面临厄运劫难之人 和他们的孩子 也恳请观众朋友们 能够帮助传递这解救三部曲 您传播的无量功德 上天一定会有记载的 得救之人也一定会感恩的 欢迎大家在留言区留言回馈 好了 今天的节目呢 就分享到这里了 有心赞助我们的朋友 可以在频道的下方 点击赞助链接 您的资助 能让我们底气更足的 传递宇宙的真相 我是李明 这里是信心有你 分享视角 共享资讯 与您一起看世界 好了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